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们讲居士论当中的应该是第三品 第三品当中 像在昨天讲第三个问题 就是光束自信 也就是说路道轮回众生的光束他的自信 这个今天讲应该是中阴神的光束自信 那么这个分三个方面 施入之力和施足之力 施去之力 首先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入胎 或者是施入到身体当中的道理 然后最后中间住在身体的这些道理 最后去于何处的道理 就是我们对意识的分析 从心理或者是从意识学的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意识这样做分析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施入之力分两个方面 施入之处和如则众有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施入之处 有情聚乱当四神 人也旁生聚四种 一切地域与天界 终有未有一化神 恶归也有太神二 他这里说 整个我们有情产生的时候 他具有乱神当四种神 这是我们现在的科学也基本上这样承认的 然后佛教当中 尤其是居士论的观点和密法当中 也是这样承认的 五个光尊在应该神称宝藏论 这些七宝藏当中 就专门广讲了四神的道理 所以有情具有乱神当四神 那么人和旁生都具有四神 人也是具有乱神 太神 四神 化神 在四种三神都有 然后旁生也具有这四种产神 一切地域与天界终有一化神 那么所有地域的众生和天界的众生 还有中阴神 他这个终有 中阴 这是一个意思 有些书里面说是中阴神 有些书里面说是中阴神 中阴和中阴就是一个意思 那么一切天界的众生和中阴神 还有中阴的众生 全部是化神 天人和地狱和中阴神 没有太神 没有四神 也没有乱神 这种现象没有的 恶归也有太神 恶归的话 不但是他有化神 而且也有太神 所以总共有他二种产生 先问讲三界有情有几种神呢 三界有暖神 以及等子所包括的太神 四神和化神 总共有四神 有情之神共有四种 整个有情产生的方法只有这四种 除了这四种产生以外没有的 那么任何众生都有哪些神呢 人类有四神 诸如初戒的 那么人类的话 总共有四神 比如说初戒的这些人 全部是化神 我们翻开历史的时候 也是后来人们 他就积极一些财产 后来逐渐逐渐有我和我所知的财产 这样以后 后来才人与人之间有产生信应关心 最后有太神 最初的这些初戒的人们的话全部是化神 还有化神的话 我们经常所谓的升天论师 升天论师有关化神方面的话 也有很多论师不是化神的 也有这种说法 只是我们以前讲中观四百论的时候 四百论的前面 有根据各自不同的历史来宣说过这个道理 但是大多数的智者认为是 升天论师的话也是化神 只是你们如果方便的话 看看四百论祖师的前面 专门对升天论师的化神方面的辩论和说法都已经讲过 还有工人的莲花生大师的话 也是在莲花当中化神的 那么他的化神也有一些辩论 比如说藏传佛教当中的有些人认为 莲花生大师不是化神 他是太神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论部当中说是他的父亲如何如何 父母如何如何这样说明的 因此应该是太神 但是智悲光尊在极密医学的诸师当中 他说是这些人没有分析法和中心的这种佛子关系 比如说佛法方面也有佛子关系 我们经常龙猛父子 龙猛父子的话不是说龙猛的儿子是月辰菩萨 龙猛的佛法传承弟子就是叫做他的儿子 佛子也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刚才莲花生大师的这种说法应该是从佛法方面的佛子关系而讲的 并不是中心方面的佛子 中心方面的佛子的话 莲花生大师根本没有真实的父母 他应该恩迦伯德在莲花花里面获得的 他是莲花当中的化身 这是应该是公认的 因此智悲光尊在极密医学诸师当中 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非常清楚 还有比如说极乐世界的这些众生等等 其他在有些四大诸当中也有一些众生是化身的 那么现在的一些历史书里面的话 也没有看见人是有化身的 这是去年我们学资政罗主堪博的前世精神论的时候 他里面也提到过 他说现在的人类当中并没有听说是最近有化身的 但实际上以前的历史当中有化身的 这是关于讲化身的问题 然后我如果往为世生 我如果往我们历史当中也是世生 这个大家都知道帕杰伯国王的身体当中 他的土生将生一个太子 这个叫做侮辱国王也叫做定神王 人们都称为定神王 这些好像是我们去年学前世精神论的时候 有关神方面也有讲了 还有一个在《毗奈耶经》当中是有一个叫做阿玛戒 他芒果生 芒果生女儿 芒果生女儿以前是一个叫 勒扎布还是勒扎布吧 他的花园里面有一个特殊的芒果 特殊的芒果的话 他看树的人觉得有点稀奇 他问看相的人 看相的人最后说是在七天以后 芒果树里面会出现一个女人 后来确实是在芒果树里面出现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叫做芒果生 芒果生后来成为波斯尼王 她就当妓女吧 波斯尼王后来也是接受过她 也有这样的 这是《毗奈耶经》当中有这个公案 但后来在《涅槃经》里面佛陀已经宣说了 芒果生女人实际上是世生 世生大家都知道一般不需要什么母胎 光是有一个超市的因缘具足的时候 在从中降生也有这样的说法 那么这种世生也现在有没有 可能真实这样的世生也没有很明确的说明 然后就讲的乱僧 乱僧诸如船只坏坏的商人 然后愈何教过而生下的 长老扎和 还有这个长老扎兄 这些是说的太僧 不是太僧 是乱僧 那么乱僧的话 以前有一些商人 当时在船只里面坏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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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 后来这些商人逐渐逐渐跟和了一起交信以后 后来产生的在《毗奈耶经》当中比较著名的两位 一个叫做涅瓦章 一个叫做涅扎 他名字好像所有不同的 有两位长老实际上也是乱僧 现在的一些科学书籍里面 也是这样说 现在的有些森林当中 古老的一些森林当中 有些女人她就先生了一个胆 特别大的人胆 然后这个胆通过路过月的浮雨以后 逐渐逐渐里面划开 划开以后也变成 里面有很多的小孩子 所以现在人类也在发明 所以很多科学家认为 这是非常一种稀有和奥秘的问题 以这样来探究和观察 但实际上释迦牟尼佛造就在人类的这种太身 人类的这种暖身都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这些方面可能前世精神论当中 还是有一些分析 希望大家看一下 然后太身 太身的话 现在大多数都普通人 我想是我们今天听课的人 大多数可能是太身 没有听说是这里有什么乱身 华身和世身的 不过有些人的父母都不知道 可能是太身的 乱身也不知道 去年是什么时候 如果我们一个家乡 炉火的有一个旧母 他那个旧母实际上是 他说很小的时候 我的父亲都已经死了 说是个汉族人 但是我没有见过他 听说我几个月的时候 他已经离开了人家 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是这样讲的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后来我长大以后 他说我首先在炉火城下里面 读书一段时间 然后逐渐逐渐我到绵阳 就是什么那个技校里面 就是在学习 然后回来以后 就是他当时可能没有靠起 还是什么原因 然后就是当那个旧母吧 就是当旧母 然后我当时问 那你这样的话 就是是不是法王如意宝的课 就是你听得懂不懂 他说是 本来我们那边的龙龄的这种话 就是龙渠话 我就基本上听得懂 但是我说是说不来 因为我从小都是成长在这个城市里面 就是一城市里面 这样的话呢 我说是说不来 就是只不过是 还是我就是听得懂 然后这个法王如意宝的课 也是更来的时候呢 一点都不懂 就是现在呢 就是我可能就是百分之二十的能听得懂 但是我喊话呢 就是说的很不错的 就是当时他说的很这个流利的这个普通话 我都认为是 他可能不会在这个身上在那个路火吧 就是然后我问那你是那个路火哪一个地方啊 他说是我路火就是这个老改 老改 不知道是老改是哪一个地方 老改还是新改 我也不太清楚 所以我想是他是不是那个 是也不叫这个乱神吧 就是也不叫这个 叫什么 这种现象呢 就是我们这个金刚道友当中呢 就是也许也是有 但是这个呢 也许也是是一个这个这个 这个莫凡仁波切的这个定解报道了那样的这个人物 也不知道 下面是那个 就是叫那个太神 就是太神呢 现在的这个大多数这个普通人啊 就是现在的大多数普通人呢 就是全部是太神 所以我们这个人类呢 就是如果要比喻说明呢 上面所讲的这三种这个四种人物吧 就是四种人物就是那些太神是哪些 华神是哪些 然后那个世神是哪些 这些呢就是我们应该这个能一一的说明 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旁圣呢有世神 就是旁圣有世神呢 这个比较清楚 比如说世神当中的大鹏 以这个世神的龙呢就是为世 就是这是佛经当中也有这样的 比如说这个大鹏的话呢 就是它是也有这个太神乱神 世神就是有这样的 然后它呢就是分别就是吃这个龙 就是因为这个大鹏呢 就是一般都是经常吃吃龙 就是也有这种这个说法 就是从这种方法来也可以说明 或者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旁圣里面 也是太神的就是经常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牦牛啊就是这些 然后这个世神的话呢 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呢 就是稍微这个地是比较这个超市的地方呢 就是有很多小虫都是就开始那个就出来了 就是原来我去放牦牛的时候 有时候到山上去 山上呢有一个叫做是我们这个 一个一个小虫就是那个小虫呢 就是在学院也是特别特别多 我们经常说呢就是 它是那个不顾鸟的这个马就是 然后就是那个大概是秋天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多 那么它呢就是在地里面就是 好像有些超市的地方 就是明明你一边看着一边呢 它就开始这个出来了 就是它的这种这个行程呢 就是很快的就是 这是那个太神不是世神 然后这个卵神的话呢就是卵神的话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 那个就是亚旦就是前一段时间 亚旦是不是那个前一段时间 我有一天兴起不好 我旁边的一个金刚大鱼 拉了很多很多的亚旦 你干什么是拉你吃吧 就是我说是你拉这些来干什么 给我拉出去 那个能不能复活也不知道 凡是那个丹特别大 前一段时间有几个亚旦那边都是没有人管 但是后来好像他们几个金刚道友 就是可能帮助吧 就是你们那个冬天的时候呢 就是尽量地喂他们 如果这个就是有些生活费不够的话呢 我这边有专门就是喂鸟的一些钱 就是我可以帮助就是 因为冬天的时候可能会他们懂事 就是就没有人这个管 就是有时候我们学院呢 就是真的很不错的 就是大家都具有悲心 有时候呢就是看见就是 有些众生正在这个世的话呢 就是也没有人管就是 就是所以这个也非常这个可怕 但是呢有些狗就是恶狗的话呢 就是最好都是以前养完了的 我也不好说 但是没有养的呢 就是最好不要招来很多恶狗 不然的话呢这些人这个咬人 就是咬人那个 也特别害怕就是 就晚上过路的时候也是很麻烦的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是到时候也就非常麻烦 就是希望大家还是这个一定要注意 就是以前那个球球坎波的时候 就是他说是我是这个不喜欢养狗的 有些人就是有些法师都是口头上不要养狗 不要自己养了很多很多的狗 当时可能他都是给法王如意宝和 他说说我的上师也是 有时候的话特别讨厌 他说以前他口头什么不要养狗 他自己养了好几只狗 就是以前五八活佛他在失去的时候 他有时候表面上好像对自己上师的不满 有这样说的 但是这些大成就者可能显现上是各种各样的 不管怎么他是这样讲的 但是我希望养狗的话一定要注意 就是这个最好不要养什么 不然还是很麻烦的 过路对自己各方面是不方便的 当然所以刚才我们讲的太僧 旁僧有四种产生 然后这个化身的话可能有些龙 还有一些大鹏 他们都是有化身的众生 我们看见有化身的众生 但没有看见 有些世生的众生是不是化身也不知道 他就特别 因为化身的话 他是一瞬间就马上变成这种身体 比如说极乐世界当中往生的这些化身的众生 他是一刹那间当中他的身体全部圆满 不像要经过比如说九个月十个月 像一般太僧的众生 他在住台有九个月十个月 甚至像我们去年学的一样 露面的也有 就像罗呼罗那样的 这种现象也是有的 但是这个完全不相同的 所以这个旁生有四种生 一切地狱 天界 一切中有的众生 全部是化身 原因是他们的业力强的 大多数 所以地狱众生和天界众生 他们全部是化身 因为化身的话 没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业力 他不可能很快的时间当中圆满他的身体 大多数的饿鬼独自是化身 也有太身 其理由是 一饿鬼被目见面尊在这样说过 他说我晚上生了 五个儿子 白天也生了五个儿子 虽然他们一亿都吃掉了 但我还是不错 那你很厉害 这些饿鬼还是有的 晚生生了五个孩子 白天生了五个儿子 中国十个孩子 十个孩子都全部吃掉了 但是他还是不能满足 还想吃肉 可能以前特别喜欢吃牛肉的一个人 或者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 还有以前大圆满前行当中也有 就是说是一个饿鬼 就是一个饿鬼 就是他有五百个孩子 五百个孩子 他的父亲到印度金刚座那边去找食物去了 但是十二年当中还没有回来 你如果碰到他的话 叫他赶快回来 他说你这个丈夫的话 会不会不认识吧 他说一定会认识的 他的鼻子是大大的 什么是眼睛已经陷进去的 这样的一个特别难看的饿鬼 你肯定会认识 后来卓星期到金刚座的时候也碰上他了 这些情况也有的 所以说饿鬼的话 他也有太生 不但是有化生 大多数的饿鬼全部是化生 一般来也有一些太生 也有一些太生的 所以他有五个儿子 现在可能人当中也是十个孩子的非常少 人类社会 就是住进一种不同的社会状况 以前我们有些 比如说我们这里的有些老年人 他很多人都有兄弟 比如说一家人是有五六个孩子 十几个孩子 这样的现象是在藏族 汉族盟族很多地方都是有的 但现在藏地有些地方 可能计划生育的政策没有执行的地方 恐怕孩子比较多 一般汉地和大多数的一些城市里面 就执行读生肆 这样的话我看到 我分析的时候 他们的生活 现在人的生活更加有很大的困难 比如说现在的话 一般来说是一个家庭有一个孩子 那么一个孩子的话 这两个长大以后他们成家 成家的时候 男方有父亲和母亲 女方有父亲和母亲 那么这四个人的话 必须他们两个人养 而且他们自己也有一个孩子的话 他们的这种生活压力特别特别大 也许你们可能分析过 也许没有分析 但现在的这个人跟以前都不同 以前的话我没有管父母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孩子 什么姐姐妹妹 他们去管都可以的 但是以后不像这样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能出家人的话 以后是很困难的 现在有那个机会出家的话 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 父子的话 以后如果转生在这个世界当中的话 也非常困难的 因为很多人 我看他们很多人 真是苦不堪言 有时候生活上的我们 尤其是出家人 我昨天给你们讲的公案一样的 有时候对这个社会呢 就是还是要做一点这个分析 这样的话呢 不是我们来世的过报 即生当中还是很多方面是有帮助的 我都有时候呢 就经常遇到一些在家人的时候呢 我就专门问他们 就是好像我就调了什么 就是他们的这个孩子一样 我说你们有多少 我每一次那个做处处者的时候呢 就是问我说你家里有多少这个孩子啊 然后这个 你们那个家庭状况是怎么样啊 你们有多少老年人啊 然后你一年这个公子多少钱呢 就这样的话是他24小时当中开车就是 然后这个开车的这个钱呢 就是用那个双方的这个父母啊 就是这些供养他们 然后自己的这个孩子读书啊 然后自己啊 这个生活 还有呢就是亲戚朋友啊 出事情啊 就经常是出这个那个 就这样的话呢 就是真是有些时候呢 我觉得是这个生活呢 就是需要这个分析 就是他这里都是讲是饿鬼呢 就是有这个十个孩子 就是全部都吃掉了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藏地的话呢 就是十个孩子的就是 现在也这个现象比较多的 在别的地方可能不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一个孩子 就是如果再多一个孩子的话呢 就是要这个发那个三千块钱 就是有些地方呢 就是发一万块钱 就是也有这样的 在这种这个社会的这种心态当中 我们要这个生存的话呢 就是尤其是对那些在家人来讲的话呢 真的就是非常痛苦的就是 就是自己呢就是有时候还是慢慢慢慢地分析就是 希望这个出了家以后的话呢 应该就是对自己出家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呢 应该有一种这个认识 这个很重要 前一段时间有个我们学院里面带过的一个另一种就是 就是他可能这个换书呢吧 就是他天天给我打电话 哎 看不懂我干什么呢 我现在怎么办呢 你要棒啊 你要棒啊 我说是没办法棒 就是如果你是出家人 这个住在学院里面的话呢 你生活困难的话呢 真的我会棒你的 就是也进行经历的话呢 一个人的生活也是简单的 但现在你这换书呢 我怎么棒你 你自己去大工去 就是不要天天给我打电话 确实我也是一方面就是非常可怜 就是非常可怜 但另一方面的话呢 就是也实在是没办法 就是这个一个换书呢 以后这个在家人的话呢 就是我们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今天帮他 还是明天帮他 就是没有人供养 就是所以呢 就没有办法 有时候是也力量也是没有的 然后自己的这个缘分也可能不好 就是所以在出家人这样 这个自由自在的生活呢 就是不 现在呢最后这个诸徒无漏 就是天天都是在那个街上打电话 那天 以西奔作坎波他们那边 在成都的时候呢 我有一次那个 你叫那个造以西奔作坎波去 就是然后我就是给了就是 那个以西奔作坎波当时在的那个地址 不知道他帮了没有 就是 就是实在没有办法 你造以西奔作坎波去吧 就是 后来有打电话 就是我说是没办法 就是我现在只有先生十十块钱呢 就是打电话的钱没有怎么办呢 那你不要打电话 到外面去 打工去就是应该就是最好只有这个办法 就是别的就没办法 所以有时候呢真的没有文化没有知识 就是现在这个光是这个不说我们来世 就是即生当中也是可能不早也就是 过得这个生活非常快乐是很困难的 因此这方面这个出家人呢 还是有一些需要这个思想教育啊 像我们就是讲这个刚才呢 就是讲这个就是太僧就是饿鬼悠悠之门 那么这些僧当中是最善妙的是什么呢 就是华生 世生 太生 卵生众 浅浅为妙 因为他们分别不害于自他二者 就是他那个浅浅这个华生的话呢 他就不害众生吧 如果太生 卵生就这样的话呢 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太生的话呢 自己也是 卵生的话呢自己也是非常痛苦 首先是从那个比如说像那个鸡蛋的话呢 就是从母鸡这个身体里面出来 就是对这个母亲也是有痛苦的 然后最后呢自己也是在蛋里面又要这个化开 就是自己也是有两次这个降生的痛苦 所以呢就是前面的这个化生的话呢 就是特别特别快就是 因此呢就是应该这个最前面呢 就是比较这个殊胜的 就是前面比较这个殊胜的 自己一次殊苦 两次殊苦而生之苦 就是因为这个两次殊苦 就是最后那个乱生的话呢 就是需要这个两次殊胜 比如说太生的话呢 就是对母亲也带来这个非常大的痛苦 就像我们大爷们前行当中所讲的一 母亲也是要接近这个死亡 就是母亲也是这个接近死亡 原来看不去就这个讲课的时候呢 不下功夫的人呢 就是什么都不能成就啊 这个女孩子生孩子也是 没有一种勇气的话呢 就是不能这个产生呢 不行的话呢 你们问这些老年有纪念的女人 所以他的意思呢 就是要那个一定要那个 就是我们这个学法呢 就是要这个勇气和要这个力气和要用这个什么 就是一定要这个下功夫 就是没有这种下功夫的话呢 就是还是做什么事情是不能这个成判的 他是这样讲的 然后那个 那么这样这个我们这个前面是这个最殊胜 就是在四中三生当中前面是这个最殊胜 前面这个最殊胜的话呢 那为什么说这个释迦牟尼佛 就是也就是说一臣王子 一臣王子为什么是不化身 就是有这个疑问 就是这个你们看看那个 世青论师的知识当中是有这个疑问 就是那么为什么是这个 我们这个人天道士 释迦牟尼佛最后有者的时候呢 他这个一臣王子呢 为什么不是那个化身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太身呢 就是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是世青论师呢 就是有几个方面来回答的 第一个呢 就是他是对自己的这个亲切呢 就是归入这个佛门 就是以这样的这个目的 因为那个释迦牟尼佛降生以后呢 就是他自己那个就降生在这个释迦王族当中 就是释迦族当中 释迦族当中的话呢 当时他对那个释迦族呢 就是传授这个佛法 传授佛法呢 后来那个帕切伯国王就是杀掉那个释迦族的时候呢 当时好像杀了那个七万七千个人吧 大多数都已经获得过位的 就是当时释迦牟尼佛 因为那个释迦族的话呢 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民族呢 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 就是特别的这个重视 就是特别的重视 后来这个释迦牟尼佛面前就听法了 就是这样以后呢 就是一方面是他就度化那个释迦族的一种这个原因 就是这也是一种 还有呢就是印度呢 就是当时释迦王族的这个重心的话呢 就是印度众人呢就是非常恭敬的 因此呢当时他是以这个释迦王族的这个身份呢出世的话呢 很多人对他那个负贡敬就是有这个目的 还有呢就是不受外交的这个毁谤 如果是释迦牟尼佛是化身的话呢 就是人们都认为是这是一种这个魔术化就是 这个释迦牟尼佛不是真正的人 他没有父亲他没有母亲就是 他是一种魔术就是 他的称佛呢很多外道都不会承认的 因此呢就是很多那个就是就是度化这个外道 也就是说是不受那个佛教的这个什么 这个对佛教这个毁谤就是这样一个目的 还有一个目的的话呢 就是释迦牟尼佛如果是这个化身的话呢 就是他最后那个离开人间的时候呢 不会留下这个舍利子 因为那个化身的话呢就是他那个 降生的时候也是很快的时间当中最降生的 最后那个这个化身就是死的时候呢 就是也是很快就这个消失 就像是这个火灭了的这个盐子一样 就是一会儿就消失了 就像天人的话呢也没有什么尸体啊 就是什么都没有一会儿就这个消失了 如果释迦牟尼佛是当时化身的这个身份来出世的话呢 他就是涅槃的时候呢 就是死的时候呢就是没有这个肉体 就是没有这个舍利 没有舍利的话呢 他这个舍利这个度化众生的这种这个机遇呢 就是没有的 因此呢因为有些佛经当中呢就是说 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就是五千年已经隐没了 我这个时间已经过了 但是他的舍利子呢就是可以在 留存于这个很长时间就是 来这个弥勒佛出世之前的话呢 他的这个舍利呢就是变成那个如意宝 就是在大海里面也利益众生 然后在人间的话呢就是 不是原来阿弥王就是做了这个八万四千个舍利塔 就是这些舍利塔呢就是留在这个人间 虽然佛教的教法已经灭了 但是呢就是他的舍利呢就是没有灭 就是度化众生 就是所以就是为了这些目的呢 释迦牟尼佛是故意在这个就是显示这个太生 就是本来从殊胜方面来讲是 应该是这个华生是最殊胜的 但是呢就是这个问题呢 也是这样提过的 我原来那个他们有些这个堪布面前 听那个俱舍论的时候呢 我说是这个前面前面的这个 这个身处是最殊胜的话呢 那地狱的这个殊胜为什么是这个化身 我就提出过这个问题 就是当时有些堪布给我回答过一些 但我想今天呢就是给你们也提出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呢就是你们这个回答一下 当然或者那个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是这个化身 就是这个呢刚才我已经讲了 就是树上可能是没有的 然后呢还有那个那这个地狱众生是为什么化身 因为前面是最殊胜的话呢 那地狱众生为什么是选择这个最殊胜的这个化身呢 这个就是希望你们给我回答一下 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个在文思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需要应该这个也有光是这个 这个苏本桑的这个提问呢就是不行的 还是需要这个发挥自己的这种智慧 然后呢就是应该用这个自己 而经常这个发挥就是这个很重要 那么这一层呢就是已经讲了这个世神的道理 就是世神的道理 第二呢就是如中阴者就是分五个方面 就是中阴的这个本体和中阴的这种能力 就是能力呢就是中阴的这些能力 大家都知道吧 就应该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依据 就是然后这个中阴神的这个身相 还有中阴神的法的差别和入圣的这个这个 这个道理就是分在五个方面 就是第一个是讲这个本体 始有终有见应神呢 为之因之至紧固 他说是那个这个这个 这个死有这个死有过了以后呢 就是中阴的这种这个产生呢 就是应该是存在的就是 为什么呢 因为还没有到达他的目的地之前的话呢 应该他们这里有些人认为是所谓的 在举手论的对方有些比如说大众部啊 有些认为是所谓的中阴神是不存在的 就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这个中阴神应该存在的 中阴神呢就是有单独的一种众生 就是他这样认为的 举手论这样认为的 那么这里面呢 他说是死有过了以后呢 就是这个我们一般举手论当中呢 就是中有 死有 生有 就是主要讲这个善有 还有一个本有 就是这个本有呢 到时候我们再可以解释 但这个死有呢 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当中死了以后 就是在要死的时候呢 就是这叫做死有 我们这个大爷们当中呢 就是经常讲这个六大中阴 就是然后四大中阴就是 就是比如说这个临时中阴啊 然后这个钻时中阴啊 这个法性中阴啊 什么那个自性中阴啊 就是大爷们当中就是 讲很多这个中阴 实际上是现在我们也算是一种 这个中阴神就是这样来宣说 但是他这个居士论当中呢 就是讲这个有一个叫这个死有 死有呢就是死的时候的那个众生 就是叫死有 那么死有过了以后呢就是中有 就是中有呢 就是还没有这个转生到其他地方 就是我们经常认为是 这是现在就是在中阴神啊 就是我们问一些空性母啊 瑜伽师啊就是跟他们问 就是我们的这个死人是现在是在哪里啊 就是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接生 就是还没有转生 就是他现在还在中阴神的话呢 就是这叫做是中阴 然后就是他就这个已经转生到其他世界的时候呢 就是或者是变成旁生啊 变成什么众生的话呢 这个叫做生有 就是从那个他的土生开始呢 就是成为这个生有 但是这个中阴呢 还有这个下面分析的 他这里说是死有的这个中间呢 就是有一种这个死云的这个产生 那么这个呢就是还没有这个为之因之之国 就是还没有到到引导的这个境的地方 就是因此呢就是叫做中阴 下面讲语里面这样说的 既然说中有唯有一化神 就是刚才前面不是讲这个中有呢 就是唯有的这个化神 那么中有的本体是什么呢 就是中有什么叫做这个中阴神 什么这个中有的到底本体到底是他是什么样呢 无云相续在死有与生有之间产生 就是他的这个无云相续在这个 他一般中阴神是死云 但是他这里面是说是这个无云 他这个无云的相续 真正的这个死云都是没有的 但有些呢就是也有一些细微的这种 这个仪式状态呢就是称之为是可能生与就是 一般来讲是中阴神是这个死云居足的 但经理藏文当中就是讲 罗特罗伯他是这样写的 他说是无云这个相续呢 在死云和生有之间的无云相续 这个叫做是中有 那么中有不是来世的理由何者呢 中有为什么不是来世 为什么不是生有 这个理由何者呢 中有不是何者 原因是他尚未到达引导之目的地 比如说我今生是一个人 那么下一辈子我就变成一个牦牛 如果我变成一个牦牛的话呢 我还没有到达这个牦牛之间 就是我人的这种身体呢 已经这个离开了 而且呢我的这个身体呢 就是已经在这个仕途里 已经这个呃就是这个 这个跟牢鱼已经吃完了 就是没有 但是我呢就是还没有到达就是 我如果将来要变成一个牦牛的话呢 那个小牛还没有圣子之间 就是还没有入胎之间的话呢 这个中间呢就是有一个这个中阴 这叫做是中阴 这是我们这个尤部宗呢就是这样这个回答的 下面呢就是这个观点呢 有些这个他们论识呢就是不太承认 不太承认的时候 我们通过这个理证和教证 来这个证明这个问题 下面这个论理呢就是分这个理证和教证 还有呢就是分两个方面 就是第一个是理证 中阴本分是何时 如果相续通法国 就是他这里呢就是 因为有部宗的有些就是 他们这个大宗部的有些认为是中阴 就是他认为是不存在 那么我们就是给他说是中阴呢 并不是后时 为什么呢 他就像是一种这个量实这个量实的相续一样 就是应该通法这个存在 就是他后时还没有戒身 然后这个前世呢就是已经灭了 中间的这个中阴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存在的 就是他是这样 影响本体不成立 就是那么对方呢就是说是 你们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就像影响一样的就是中阴呢就是不存在的 就是只不过是这个众生呢就是他权移到这个 其他的这个众生而已 那么我们这个回答说 你们的这种影响这个的比喻呢就是不能成立 不通过非比喻 而且呢跟影响的这个比喻呢就是完全不相同 因此你们的这种这个比喻呢就是不能成立 就是你们这个比喻上面不成立的 若以无有二共存非应相须因二法身 就是然后意义上面也是不成立的 意义上面为什么不成立呢 就是如果是这个两个法的话呢 就是比如说刚才那个 但这个下面我们讲一讲 就是他意思是这样讲的就是 首先呢他们这个大众部呢就是认为这个中阴不存在 就是这样认为的 然后我们呢就是跟他们说是中阴应该存在 就像是这个粮食的这个相续的话呢 就是首先是种子然后是鸭 然后呢就是变成这个茎啊根啊就是这样 这样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存在 我们给他这样回答 这样回答的时候呢 对方这个大众部呢 他们认为这个中阴肯定不存在 为什么不存在呢 因为这个就像是这个影响一样的 就像影响我们的这个面部呢 就是在镜子里面打扮的时候就是显现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面部的相续已经显现在镜子里面一样的 就是中阴是不存在的这样说的 然后我们说是这种比喻是不成立的 就是不相同的就是一方面是比喻上面不成立的 一方面也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二个法呢就是不可能是一个这个法上面是共存的 比如说我的这个面部的这个微层和 然后你这个镜子呢本来有一个微层 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是有两个微层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就是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这个若一的话呢就是无有二共存在 还有呢就是非相续因而发生 就是而且呢就是这种这个说法的这个相续呢 就是并不是这个二法这个产生的 我们的这个中阴身呢就是它是这个前面的这个相续 一世的这个相续 无云的这种相续接连不断的存在 然而你们的这种这个比喻呢就是不能这个相续存在的 就是不能这个相续存在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影响这个面部的话呢 就是它不是那个镜子里面的影响的相续 所以这两个原因呢就是不能成立的 这是我们从理证的推理来给遍复的 下面就是把这个颂词再做解释 做解释的时候这样说的 大众部晨曦说中阴不存在 理由是生有私有少少中断方可以产生 他们说是因为这个生有被私有就是原来这个生有的话 我们比如说现在活着的这叫做生有 就是一般举手论里面 然后这个后来就是死的时候呢 就是被私有已经稍稍地中断中断一会儿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现在 刚才我不是这样了吧 我现在是一个人然后呢就是中间就是就死了 死了以后呢就是过了七天以后呢 就是变成一个牦牛的话呢 那么就是我在中间七天当中呢 稍稍地中断了一会儿 中断一会儿呢就是原来的这个生有呢 又变成一个生有就是牦牛的这种众生了 所以呢就是他们大众不认为呢 中间有一个叫做中一生呢就是没有必要 就是只不过是稍稍中断而已 这样这个人为的 那下面呢就是破他的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是回答的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前面是这个他们的观点就是 让我们这个下面就是大就是回答他 所谓的中有并不是被私有稍稍中断而产生的 就像种子生苗芽 苗芽呢就是生尽当色不间断这个没有这个中断 就是他这里这个中有生的时候并没有这个中断 实际上就是你原来的这个种子变成这个苗芽 然后苗芽又变成这个金啊根啊树叶啊这些的话呢 它是这个戒量不断地连续存在的 两世的相续与相续趋弱是相同的缘故 就是因此你们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就是我们破它们 我们破它们的时候呢 对方呢有开始即行对我们反驳就是这样说的 他说如果对方说这不一定的 你们这种比喻呢就是不一定的 如金子里面面相是他面容的相续 但由面容中中断而进入的 他们也是这样这个也是对方的这个观点啊 只是这样认为的 你们这种这个说法呢就是也不一定的 比如说我们金子里面呢就是这个 显自己的这个面容 显自己面容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这个面容呢就是中间这个中断 中断而进入呢就是开始金子里面 以这样的这个原因中一生的话呢 原来的这个僧有呢就是中间被私有这个中断 中断以后呢又变成这个僧有 所以就像这个面容呢就是跑到那个金子里面一样的 就是对方这样认为的 下面就是对他这个回答就是 虽然金子里的面容是面容的相续 这个地方呢就是文字上有一点点就是 虽然这个你们这个所说的这个金子里面是面容的相续 但是我们不是这个承认的就是 虽然这个你们呢就是认为是这个金子里面呢就是 面容呢就是面容的这个现象 身有是私有的相续 可是呢并不是中断而进入的 但是你们这样这个说法呢就是不合理的 就并不是中断而进入的 就并不是中断而进入的 你们的这一个比喻呢就是完全不合理的 就是不恰当就是不恰当 为什么不恰当呢 因为中有的面相本体不能称立就是 就是净宗的面相 净宗的面相根本不像 我们中有生跟生有的比喻相同的 不成立的 故而不是正确的比喻 他这里应该用这种来比喻 比如说这个镜子里面不能 这个希望你们方便的话还是看那个姿势 就是姿势里面这方面应该有微层来比喻的 比如说如果真正是他的相续的话 那么镜子里面根本不能显现这个面容 比如说我这个面容有八个微层组成的 八个微层组成的话 那么镜子本来有他自己本身有八个微层组成的 然后我这个面容的相续的八个微层 来到镜子里面的时候 那么镜子里面的原来的八个微层是粘出去了 还是同样存在 如果同样存在的话 那么镜子上的八个微层上面 就是再来了新来的八个微层 就是我面部的八个微层 那么这两个怎么样并存 怎么样共同存在 所以这种观察的比喻完全是不合理的 故而不可能争取的比喻 在一位置上两个一体的法绝不可能同存的 在一个位置上 你镜子上面的话 然后我面部的这种法 真正要到那边去存在的话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种过失 还有一种过失 但是你们上面立中也不合理的 因为镜子中的面相是面容的相续 而身有和私有的相续差而再是不同的 你们说镜子中的印象是面容的相续 然后身有和私有中有它是一种相续 这个完全是不相同的 怎么样不相同呢 其实相并不是面容的相续 就是真正就是我们有些人说说老实话 就是其实话说过来 其实话说过来说老实话 我们也不愿意这样 那个 其实话说过来就是说老实话 这个面容就是不是那个 这个什么 就是这个相呢就是不是这个面容的这个相续 就是面容的现性 原因是必须有面容与清净的镜子 两个足眼而产生的 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因缘而产生的 他不是那个他的相续 比如说我的这个面容在这里居住 然后呢镜子在那边这个君主 然后镜子这个插得干干净净 就是对着我的这个面容的话呢 就是那时候这个显得就是非常好看的一个小孩子 是不是 就是这是一种因缘而产生的 而中有是有私有的产生 并不是有两个因缘而产生的 这个呢就是完全不相同的 就是中有产生这个私有 中间呢就是中有呢就是由私有而产生的 然后这个私有而产生呢 就是他并不是具足就是这两种这个因缘 就是这两种这个因缘 因此你们的这个比喻呢就是完全不相同 就是这是从那个例证方面来 这个通过一种辩论的方式来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这个大众部的观点 就是这个是通过这个例证来这个破的 然后下面呢就是通过教证来破破 这个他们的大众部的观点 所以马逢仁波切的这个课办当中呢 就是说是那个就是破 就是用那个教证来破用例证来破 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可能就是比较好懂一点吧 就是因为这里大众部呢就是他不承认这个中阴神 就是不承认中阴神的话呢 就首先是用例证来破 例证来破的话呢 他们的这个说法作为是证据 然后这样破 然后用这个教证来破 教证的话 释迦牟尼佛的佛经当中专门有这个记者就是 有这个中阴神 你们为什么是不承认就是 应当这样承认就是 下面就是佛请所故有寻想 所悟众生经也成就是 他说释迦牟尼佛亲自说是有这个寻想 寻想他这里这个寻想呢 中阴神的意思就是寻想就是有寻想 还有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亲自宣说了 无中无来过的话呢 就是这里也是实际上是中阴神 似乎是其中之一也应该成立 还有呢就是这个众生经当中呢 就是也有这个成立的 就是众生经呢也可以成立 应当承认总有存在 下面呢以教证说明 世尊呢就是亲口这样说的 就是宣说岂有经当中呢 岂有即是地狱众生 然后饿鬼众生 旁生啊 人啊 天啊 还有这个中游啊 还有一个叫什么 我原来觉得是好像柳曲 柳曲上面加上一个中游 但是我看巨舍轮大树上面还有一个 我忘了 我再看一下 他那个旗游的话呢 一个是人游 天游 然后这个善恶曲游 中游 还有一个游说我再看一下 不是那个原来是飞天 我昨天还是前天我家的那个飞天 不是这样的佛家飞天 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呢 这个佛经当中专门讲那个旗游 旗游当中呢就是有地狱等等 就是中游 它里面也有中游的这个记载 这是这个 这诗吧 这是可证明 这个诗改一下吧 这是可证明 中游存在 佛经当中这个中游应该存在的 这样这个证明的话呢应该存在 若今中云若现前三处再自住于母胎中 还有佛经当中说 如果具足三个条件的话 孩子可以住在母胎当中 那三个条件呢 具足堪能 悦境 父母胎爱交购 具寻想 这是已经有四个条件了 它具足堪能和悦境 这是可能 对 这是一个条件 母胎就是堪能 他这里堪能就是母胎没有损害啊 母胎还是正常的 这叫做堪能 还有在悦境期间这是一个条件 然后父母胎爱交购和 还有虚相 虚相指的是中游身 一个是母胎也已经具足了 如果母胎已经不是完整的话 中游身不可能住在那里 然后父母没有交购的话 也不能入胎的 还有中游身不具足的话也不可能的 所以刚才虚相一定是中游身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佛经当中也专门讲了这样 所以这里的虚相应该是中游身 这里所说的虚相 中游身的灭法 我们原来讲中观的时候 综合八大师他们八大难题里面有一个灭法石油的 他们认为灭法存在有一种灭法 这个叫做虚相应该是灭法称为虚相 但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这一点并不成立 不成立 为什么不成立 下面用教证来破别人的观点 《大理智子经》当中这样说的 如智训相 擦地利众心 火等等 他那个经里面就是这样讲的 你们这样说 所谓的中游身是指的是灭法而已 这种观点就是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我们也有这个教证 这是我们优不众我们的观点 我们有什么样的观点呢 《大理智子经》当中是这样说的 他说 你的这种虚相是擦地利众心呢 还是东方来的呢 还是西方来的 这个佛经的后面有这些教证 他说 你的这种中游身吧 你的这种中游身它是一个擦地利众心呢 还是国王众心呢 还是东方来的呢 西方来的呢等等 有这样的分析 佛经当中有这样的分析 如果是无云灭境不可能有众心当 那么如果你们说所谓的中游身 这种中游身呢是一个无云灭境的灭法 如果是一个灭法的话呢 那怎么回事说是 你的这个灭法是国王中心呢 哪里有灭法是国王中心的 然后你的这个灭法是从东方来的 西方来的等等 这些分析呢 就是多此一句 根本就是没有必要的 佛陀呢就是不会这样的 因此呢所谓的这个中游身肯定是存在的 中游身呢它还是有这个国王中心的 查定利中心的 婆罗门中心的等等 就是这些中心呢还是存在的 因此从这个教证呢 就是也可以成立 在这中游存在的根据 经中宣说了无来国中有涅槃等五种 就是还有一个根据 还有一个根据呢 就是在经中已经宣说了这个无来国的时候 就是有五种涅槃 就是有五种 如果对方说这是一种天人而言的 那么这是一种天人而言的 就是如果对方这样说的话 这种说法呢也是不合理的 这种说法是不应力的 这样一来呢 就是圣涅槃等也称了对一种天人而言 那么这样的话呢 圣涅槃等等就是这些呢 也是这个对天人而言的 但是呢就是这个也是不合理的 总有成立还有一句 圣说《七真实经》当中也这样说的 总有涅槃 游所涅槃等三种 他说总有涅槃的话呢 他因为我们下面讲二十个生气 二十个生气的时候呢 有些无来国的话呢他是总有涅槃的 总有涅槃的话呢 他可以分三种 就是有些刚刚获得总有的时候得涅槃的 有些就是中间的时候得涅槃的 有些就是要接近总有生死的时候才涅槃的 所以有三种涅槃的 就像我们经常大圆门当中也不是这样的吧 就是说是那个 这个尼根者呢就是即生成就 中根者呢就是中阴成就 下根者呢就是下是这个成就 那么中根者的话呢 就是他有这个中阴的这个成就 中阴成就的话呢 那么就是有些是更这个中阴一两天的时候呢 就成就的也有 有些呢就是三天左右的时候成就的也有 有些呢就是七天以后成就的也有 所以呢他在这个五种涅槃当中呢 就是也是有些是刚开始这个成就的 这种显现是比较多的 因此呢这些佛经当中是有明显的这个 明显的这个说明就是 你们为什么不承认呢 因为教证呢就是全部可以这个成立 因此终于是应该存在 那个我记得世青论师那个 知识里面就是说是 如果这些教证也是不成立的话呢 世青论师说是 那这个现在佛陀也已经涅槃了 就是真实的这些这个佛教的这个 有证悟的这些人呢 已经这个也是这个趋入那个涅槃了 那么你们这些教证也是不成立的话呢 那这些这个太愚笨了 就我们也无可来何了 就是好像你们最后看一下那个 那个世青论师呢 就记得好像在那个姿势当中的话呢 就是最后那如果实在把这么好的 这些教证都不成立的话呢 就不承认的话呢 那就没办法了 就是你就是所谓的这个顽古分子 就是好像当时世青论师呢 就是显得有点就是就是就没办法一样 就是你这么好的教证 这么好的理证 跟你说半天就是你还不承认就是 我们有些顽古分子也是这样的吧 比如说家里呢就是对这个密法 或者是对这个佛法呢 就是有一些成见的人 我通过教证通过理证 怎么样给他说是也是说不过去的 啊那就算了你说你的吧 就是你这个顽古的老父亲就是算了 就是那你还是穿你的老红镜的帽子 就没办法了 所以呢就是你们看看那个世青论师的后面吧 就是那个世青论师的知识的后面呢 就是应该有这样的 总而言之的话呢 这个中印呢应该是成立的 就是当然这个大乘显宗和密宗当中 这个有很多的依据 这个呢我们在这里布局了 哈今天讲到这里 哈今天讲到这里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